謝謝嫻疑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一大早我們帶您看到的是高雄壽山 你可以看到 哇 現在八點多 天氣已經非常的明亮 雲非常的透徹 太陽非常的大 而且啊 今天我們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的是 在高雄跟屏東 如果你去到沿海的空曠地區 都比較容易會出現比較強的強陣風 那我們也說了 今天非常非常熱 稍早的時候 7點40分 在高雄燈塔 已經測到超過36度的高溫了 雖然啊 當地的地底環境比較特殊 所以跟其他氣象站的量值 差異確實是會比較大 但也不難看出 今天會有多炎熱 那麼 我們要講今天有多炎熱 我們就先看看昨天的數字 昨天各地最高溫是多少呢 你會發現 哇 北中南東各地真的都好熱 你可以看到 台北設子37.3度 高雄祈山37.5度 屏東長治也有38.1度 各地真的都非常熱 特別是靠近山區跟內陸的地方 特別不容易散熱 那我們現在講到了 像是高雄跟屏東這麼的熱 這兩個地區的觀眾朋友 確實今天也都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溫度可能都會飆破38度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有哪些地方是紅色燈號 就是屏東 屏東可能連續三天都超過38度 那高雄我們也講了 可能會超過38度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除了基隆 宜蘭 花蓮 台東 新竹市 苗栗 還有台中之外 其他地區全部都亮起了不同顏色的燈號 橙色代表連續三天 可能都會超過36度 比如說像是北台灣的話 雙北跟新北可能都會有36度以上 那在中台灣的話 雲林可能也會有 前兩天非常熱 是紅色 今天雖然稍微趨緩一點 但還是很熱 那另外呢 幾乎所有的南台灣都是橙色燈號 那桃園跟嘉義也有黃色燈號 意思也就是說 它們也可能會非常高溫 在36度以上 那透過這個數字 已經感覺很熱了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帶您看下一張圖 你會感覺更熱了 因為當風比較弱 或者是比較潮濕的時候 其實你在體感上面 會更悶熱 所以呢 這個是台北市的一周體感溫度圖 最左邊的是今天的溫度 你看到體感溫度 感覺上會有41度喔 就算只是低溫 你也感覺會有32度 真的完全是夏天的感受 那再來 它都會陸陸續續越變越高 稀稀浮浮 都在40度以上 你看 最高可能還來到43度 所以我們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的是 如果非必要的話 盡量減少在 早上10點到下午3點的時候 外出活動 而且最熱的時間 可能會落在什麼時候 可能就在早上11點到下午2點之間 那你如果真的外出了 也要特別多喝水 防曬工作做好 因為我們要提醒你的是 衛福部的統計啊 現在6月截之前幾天為止 這個熱傷害的就診人次 已經有460人了 一個不小心 你可能也會身體不適 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 不過 我們都說今天跟明天 是最熱的兩天 堪稱最熱的這個超級夏天 主要呢 其實是因為太平洋的高壓 它的視力稍微增強了 所以導致我們台灣 白天的時候 各個地方 大部分都是多雲道晴 但這不代表不會下雨喔 雨勢的部分 還是要注意 今天的雨勢狀況如何呢 首先 在東南部跟恆春半島 可能都會不定時的出現降雨 那中間這張圖最重要 因為它是中午過後 可能是在下午2點到晚上8點 所以呢 你外出買午餐的時候 晚上下班的時候 你看看 各個地方都亮起了 飛機場多的藍色 那這你要注意什麼呢 你要注意的是 台南以北 還有其他山區 可能會出現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那在中部以北的山區 也可能會出現局部大雨 特別要注意的就是 短延時強降雨 雷擊以及強震風 這個降雨的時間 可能會落在什麼時候 可能下午1點到2點 2點到3點 都是有可能的 甚至更晚 那這個雨會來得又大又猛 所以如果沒有攜帶雨距 碰到雨勢的話 真的一個不小心 就會凌晨落湯機了 那我們也幾個地方 特別提醒您 像是雙北 南投 雲林 我們剛稍早觀測的部分 氣象署的預測都是說 降雨機率有大概百分之五十 而嘉義有百分之六十 這些地區的觀眾朋友 自然要特別留意了 那明天的部分呢 因為太平洋的高壓還是偏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跟明天 其實整個天氣狀況是比較類似的 但是從週五開始 一直到下週一 大家最期待的週末就要來了 這個時候 太平洋的高壓是稍微往東部退了 所以中南部地區 還是會有不定時的零星短暫陣雨 不過中午過後 中部以北 東北部 東部地區 還有其他的山區 還是會有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白天的時候 大部分的地區 雨勢是跟今天還有明天比 來得更多的 在假日的行程安排上面 一定要特別留意了 最後幾點氣象小叮嚀 這幾天天氣真的非常非常熱 老話一句 防曬工作要做好 水一定要多喝 那再來就是 午後可能會有雷震雨 而且又大又急 還是建議各位觀眾朋友 外出的時候帶把傘雨以備用 那雨下了這麼大 如果你還要去山區或溪谷玩的話 當然囉 一定要特別留意自己的安全狀況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